今明兩天替雙子座流星雨高峰期 最佳高尚時間稍後凌晨出現 另外天文懷提醒 一股強烈冬季季後風明天抵達環南沿岸 氣氛將會顯著下降 疫情下周末仍然有不少人員吐露港踩班車 小朋友吃雪糕津津有味 有市民就已經關注到天氣將會轉涼 不斷氣風突然好像潮汁潮濕 通常冬天臨凍前會有一兩天是這樣的 當然少去街上 多點下雨是保暖 還有洗溫費應該冬天會比較差 現在導致運動、熱定身、準備夏季拜凍 多一點衣服 建文台說星期一氣溫會顯著下降 我們預計有一股強烈冬季季流風 會在明天抵達環南沿岸 香港這邊到明天趁側氣溫會顯著下降 明天晚上很溫度 但會一般溫度 到星期二早上還是一般暖暖氣 之後每天早上天氣都會進行清涼 特別是長者、慢性的病患者、小朋友 大家可能要多加留意 強風未到 今晚約7點半 上指助流星雨的輻射點從東北方升起 太空管說在天空視野廣闊 和光害程度低的地點都會有機會看到 最佳觀賞時間是凌晨2點至3點 在市區附近 你會看到流星數量 可能正在三位數 但如果去到一些比較傾遠的地方 我們估計可能會見到20-30顆流星 暫時普遍都傾向波幻 就算可能去到晚間 會略為超散 其實可能在講講 都是得很少部分的天區 有機會見到 而因應疫情 市民聚集有限制 太空管夜晚8點至10點 接網上觀星直播 母線電視機者陳文次報導 好 好